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中西区向上國中對面的這家老店叫做黑肉麵 這家店在台中是以前很多連鎖店 現在是疫情期間 本來是你買了之後在店裡有提供座位讓你自己找位置坐 那現在疫情期間就是一律外帶 那店裡就是不能內用 好那我們回家再來開這個便當給大家 我們先把便當帶回家了 那今天一樣是買排骨飯 有一個便當然後一個湯 然後再單點一個炸魚排 好我們下來拆喔 這個是牠的排骨便當 這個80塊 然後這個是單點的炸魚排 然後這個便當 這個排骨換成這個就變成魚排飯了 然後通常我們去店裡面吃都會 再多點一碗這個湯 這是三色碗湯 三色碗湯 這個便當齁 這個便當齁 都是現炸的 阿南生意很好啊 生意很好 你不用怕吃到那個 沒錢的齁 我跟你講這排骨很大 蠻大的一片 然後 有一點厚度喔 大概也只有一公分厚 然後再來是看牠的配菜 牠的配菜就是 數十年如一日啦 就是 這個是青豆 這應該是新鮮的青豆啦 這好像不是能動 然後呢 筍絲 還有一顆魚丸 然後一口香腸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炒紅白蘿蔔 那牠這個 這個 炒紅白蘿蔔 然後牠那個 飯會幫你攪滷汁 然後這個飯 基本上這個飯也是 夠炸魚就好夾了 然後他們家的便當 永遠就是長這樣 再來這個是魚排 這個是單點的炸魚排 這是泡菜 泡菜 剛剛那是泡菜 這是炸魚排 然後這一片 這一片單點是五十塊 當然叫角零款 然後再來這個是那個三色丸湯 然後這個湯我個人就 其實蠻推的啦 三色丸就是一個魚丸 這個貢丸 再一個蝦丸 三色丸 然後這樣一碗 湯頭的日子都超讚的 那這一碗才三十塊 真的很值得吃 那我今天這樣子 總共才一百六十塊 很便宜 昨天 兩樣就三百塊 那你看今天這樣才一百六十塊 然後基本上這樣子我會吃得很撐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吃便當 最近吃便當吃太多了 真的飯吃太多了 冷就中了 笑不掉了 沒關係 為了大家 福利我還是繼續吃便當 這是剛剛的排骨便當 哇 他的便當跟那個 周差福的那個 那個便當的那個 份量差不多 然後他們兩家的價位也差不多 對 那首先就是 因為菜牙在下面 所以我們今天先看肉 今天跟一碗不一樣 我們今天先看肉 來看這個 排骨 好 然後這個排骨啊 他本身 這個排骨本身醃的就很入味了 所以說 其實這樣直接吃就 很下飯了 好 然後這一塊也蠻大片的 應該 應該我看一下 應該一百 一百多克有 好 然後來 可以看菜了 好 筍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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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這青豆人 這個不是那個 三色豆那種青豆啦 這個是 這個應該是 新鮮的啦 這新鮮的啦 這個新鮮的吃起來會脆 沒有 這就是他們的配菜之一 然後再來這個是 魚丸 魚丸 花絲丸 嗯 花絲丸 雖然小顆但 他咬得到花絲肉 那一口香腸 一口香腸 是那種紅白蘿蔔泡菜啊 這個飯啊 飯有 有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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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那個滷汁啊 這看起來這顏色你看 這個顏色 雖然顏色看起來很深 但是他其實還好 不會 不會很鹹 那這樣一個便當還80塊 真的很便宜 這個是魚排 這個是魚排 這單點的 這一個五十塊 然後 把它都開給大家看 這是那個 旗魚 那說真的啊 以我的質量 不管是 排骨 或是這個魚排 我這樣一塊吃完 我真的也差不多了 這分量真的很 非常有分量 最後來喝這個湯 這個湯頭 我就是用古早味 它裡面有那個 豆芽菜 滿滿的豆芽菜 好 這顆是魚碗 魚碗 鱈魚碗吧 鱈魚碗 那這顆蝦碗 你看看 鹿港蝦碗 他們家的蝦碗聽說 是鹿港那邊來的 蝦碗 有沒有看到蝦子 裡面還有蝦子 厲害 最後這個應該是貢丸 比較大顆貢丸 結果不是 它裡面有包肉 有沒有看到 有包肉 我是太久沒吃了 有點忘記了 好 那就是 就是今天的便當 黑肉麵 然後台中是 三十幾年的老店 然後 口味方面就是 價位方面 它算是CP值很高的一家店 用餐時間買的很多 然後就是早點去買 之前常常就是比如說 吃飯時間過了一點才去 它很多招牌的 比如說排骨什麼都賣完了 就是變成選擇就變得很少 如果今天 介紹的便當大家還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 分享 然後開啟小鈴鐺 然後最新的便當資訊 跟美食報 情報 不漏街 那就今天就到這裡為止 大家再見 掰掰